涅槃 涅槃是最高的喜悦 它是遠離陳世的永恆幸福的狀態 涅槃的幸福 不能由擔於感覺中的人所經驗 它只能由寧靜中而得到 涅槃是佛教中最後的目的 這樣,什麼是涅槃呢? 要知道涅槃究竟是什麼並不容易 知道涅槃不是什麼就容易得多了 涅槃不是空洞和斷滅 否則佛陀離開家庭和王國 以及說法45年 整件事都是空洞了 涅槃不是極樂世界 佛陀滅後幾個世紀 有些佛教的中派開始把涅槃 介紹成極樂世界 他們把涅槃等同於天堂的目的 是為了吸引資質教差的信眾 來學習佛教 結果涅槃變成尋求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在那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 每一個人都是永恆幸福的 這樣可能聽起來很舒服 但是這個缺不是佛陀所經驗到的 或者所介紹的涅槃 當佛陀住世的時候 他沒有否認到早期的婆羅門宗教 所介紹的天堂世界觀念 但是佛陀知道天國是在輪迴之內 最後的解脫是要超越它 佛陀親正涅槃是超越天堂的 假使涅槃不是一個地方 那麼到底涅槃是在哪裡呢 涅槃的存在就如火的存在一樣 然而火和涅槃是沒有儲藏的地方 但是當你用兩片木頭磨擦的時候 這樣磨擦和熱力就是火升起的真正緣起 同樣地當人們心中的本性滴除了所有的污漬 這樣涅槃的喜悅將會出現 你能夠體驗涅槃 在你體驗到涅槃喜悅的超越情況之前 你能夠推測它真正的是什麼 如果有人堅持要在倫理上找到涅槃 經典中也提供了一些幫助 經典上說的涅槃是超越塵世的真正幸福狀態 就涅槃本身說 它是十分難以解釋和十分難以限定的 正如黑暗只能夠以反面的光明來說明 同樣的情形 涅槃等於消滅了所有的痛苦 可能以它的反面來說明 痛苦是眾生在輪迴中所忍受的 就好像黑暗佔優勢的地方 就沒有光明了 正佔了優勢的地方 就沒有了動了 同樣地 涅槃的地方 是痛苦 無常 和不淨 所不能存在的地方 一個受苦者 可以輕苦痛處 而獲得暫時的舒緩 這種暫時的舒服 將會很快被傷口抵消 導致病情增加 因為輕苦而得到的短暫舒服 一點都不能夠和最後痊癒的舒服相比 同樣地 滿足感觀慾望的渴求 也都只能夠帶來暫時的喜悅或者幸福 無法脫離輪迴 只有涅槃能夠治癒輪迴的病 涅槃是貪欲的結束 貪欲導致生、老、病死、憂悲苦苦 涅槃的快樂 是不能夠和短暫的輪迴之中 由充滿感觀快樂的獲得 相提並論的 益測什麼是涅槃是危險的 最好是知道 達到涅槃所需的恩緣條件 如何獲得內在的和平 和清楚的眼光 已導向涅槃 跟隨著佛陀的忠谷 修持其教戒 免除貪、真、癡的污染 過著正直的道德行為生活 並且常修禪定 自力於除去所有的自私和幻想 然後就達到涅槃 獲得涅槃 你就能夠經驗到它了 就是名字 我們也要不在這個極童 使用到歐益 我們在這段文章 一較四グ道 拿來 然後我們可以 幫忙